好,继续 那我们接下来要介绍 在大数据分析最重要的联动分析 联动分析是什么意思呢? 请问一下,我们在这边其实已经看到好多好多的现象 请问,第一张图,连续性分析 我们是不是希望,假设我是老板 我就会再继续追问说,2016年销售还不错 那首先我会问说,那它的增长的比率是多少 还有哪些产品提升上去 对不对?好,我们就先讲这件事好了 所以呢,我现在我们先去画增加一个新的报表 然后接下来这个报表我们做的是联动分析 这边要请你好好听哦 因为这跟你的就是呈现你的主题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好,首先联动分析的部分 第一个,我当然会先呈现,例如说各年销售 各年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您看一下我今天是不是先把订单日期 然后销售额画出来 所以我是不是先呈现了一个2015年升 就提升到2016年是不是增长很多 甚至你把x轴稍微放大一点 我先把这张图先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2015年 2015年我们的那个销售额销售额是多少呢? 是4.2个百万 2016年增加到5.5个百万 好,大概有看到这件事情就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讲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那各产品类别这边的销售情形是怎么样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画另外一张图 另外一张图,例如说圆形图 各类产品各类产品各类,所以勾类别它的销售额 好,一样把这个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内容稍微放大一点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可以把详细资料 详细资料大小稍微放大一点 然后就要是把这个标签改成总计跟百分比 总计跟百分比 类别跟总计百分比 然后把字稍微放大一点 好,那各位我们现在就先来看什么叫联动 首先,首先我是不是可以点2015年 有看到吗?2015年 当我点了2015年 它只会呈现2015年 例如说家具类是8.7% 技术类是9.58% 然后办公用品占8% 也就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 它已经变了 本来以各位应该知道原型头来说 第一个呈现的是在这里 所谓第一个是12点钟方向开始 12点钟方向开始,那算是第一名的 第一名这边加剧 结果现在变成第二名了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 一个是8.7,一个是9.5 有看到啊? 哎,那你去看 现在我来点2016年 有看到吗? 加剧类又高过于技术类了 是不是又恢复回来 所以这边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边代表的是那个 加剧类 加剧类在2015年 它的销售额是下降 知道我现在说的是什么意思吗? 有看到这件事吗? 我再举一个例子 联动不是只有两张报表 可以做到三张 四张 五张 所以我们再做 例如说 你会不会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纸类别产品 如果我们可以追查到 是例如说台北市交通意外事故最多 我们会希望知道 不是说只要知道城市别 最好是要知道 它的什么 例如说行政区 行政区里面的什么路 什么路可能要知道它是几段 这样是不是会更好一点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这边我们放一个纸类别好了 纸类别的销售 所以纸类别的销售额 画直条图 画群组直条图 为了方便大家来去观看 所以我现在呢 我现在 一样 我先把那个资料稍微变大一点 然后方便各位来去观看 X轴稍微放大一点 X轴稍微放大一点 Y轴也稍微射大一点 好 请看 请看一下 我现在 我现在是不是点 这一个 2016 2016年 2015年 它是不是就分别会呈现 你看哦 2015年 这个前几名 前几名 前五名 大概是维持平平的状态 2015年 你有没有发现 该高的书架 还有像那个 器具 椅子 好像没有很高 为什么我这样讲呢 因为这边有没有看到 前几名的排序方式 这边我已经按照销售的排序了 有看到这个差别吗 可是 2015年 它是不是这边是平民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去点2016年 有没有发现 这边有下降的趋势 有阶梯状的呈现了 这意思是代表什么呢 这意思应该是代表说 2015跟2016的主要变化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书架跟 器具 它是有比较高的 有看出来这件事吗 好了 我们再看 再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看资料 请问一下 我们会不会希望单独只看2016年 2016年 我们刚刚讲说 2016年 2015到2016的变化 2015它是加剧 加剧8.7 2016年 2016年 加剧是12.36 所以请问一下 你会不会希望看到 就是说 2016年 加剧这边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增加 你会希望这样看吧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就是说 假如说今天我们 透过因为刚刚有这个联动的概念 联动的技术 它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看 我想要知道那4% 4%是很多的 它到底是在哪几个主要的产品 现在我们是不是发现 就是说 这边2015它是8.7% 2016它是不是加剧类变到12.36 它大概有4%的变化 那这4%你总想要知道说 那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这个时候 点2016 我们先看2015好了 然后呢 Ctrl键 按住 点加剧 这只会变成说 这个2016年 2016年里面的加剧 有听懂吗 有听懂吗 Ctrl键 你看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变成 书价跟椅子都蛮高的 剩下两个是不是都蛮低的 对不对 这是2015年 接下来我要换看2016年 所以2016年点一下 Ctrl键按住 点加剧类 差别在什么地方 这个有没有差别 有吧 本来这边是不是一样高的 这边是不是有增长上去 这边是不是有差别 2015年这边是不是一样高 2016年是不是升上去 你们可以听得懂 我现在讲这件事情吗 这到时候 你们呈现资料给别人看 还需不需要再算一大堆东西 不用了 然后记住 这个要不要呈现资料出来 要 你把那个资料标签 资料标签呈现出来 这马上算给你这几个标准答案 听得懂吗 这就是用这个大数据分析工具 的联动技术呈现 直接告诉你答案 你觉得这样好不好 应该是好的回音36才对 OK 我把资料标签放上来 例如说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呈现资料标签 然后把这个资料标签的内容 稍微放大一点 我很喜欢这些东西 我尤其喜欢动态图 你看2016年 Ctrl加安柱 点这个加剧 然后这边就直接告诉我说 你看我先点 2015年Ctrl加安柱 点这个加剧 这边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书价0.57个百万 这个椅子 大概也是0.55个百万 这边是0.55 你不要记太多 你至少大概知道 它是平的 对不对 大概0.5个百万 可是你现在点2016年 Ctrl键再点 Ctrl键按住再点加剧 然后你现在看到 这边 因为2016年理论上 它会上涨 对不对 2015到2016 它是不是上升 上升的话 那当然相对的 一直增长到0.64 从0.5增长 增加到0.64 这样还不错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书价是不是长得更多 可以吗 所以书价这边长很多 其实还有一个是这个 这个 了解吗 了解我现在所说的 这些意思吗 那个是它的销售额 不是增长的吗 当然不是 不是 它就是 我只是告诉 我们只是换另外一种方式 来去呈现 在这个地方 你看哦 直接切分资料 切的多漂亮 以色谣有这个工具 你知道吗 它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 如果你不会使用 你就直接去看我的教学影片 因为我们在以色谣里面 我们就只能交交叉分析筛选器 但可惜 可惜它交叉分析筛选器 跟这边之间的关系 它就没办法像我们这边 直接产生这个真实的数据 让我们观看 这种方式表现 你觉得好不好 这目前我觉得应该已经算是很好很好的一个方式了 这个不管台下做的是生物专家或者是医生或者是念资讯的念统计的大家都觉得这是最好的方式 真的 我跟你讲我刚开始读的生物医学资讯 我跟生物专家是很难沟通的 我根本就不理解 那种人他只强调一件事 三重复实验只要看到看到了一个结果 他就会希望我这边数据统计 就是跟他做实验是一模一样的 那医生呢 医生他就说我这边的那个病人他就是这样子啊 你怎么可以拿你的生物实验数据或者是这些念统计的人就说统计出来的数据 然后就套用在医生而病人的身上 反正三个人讲三个人的想法想的都不一样 好 会用联动吗 到时候你们要呈现这样子的内容给我看哦 决定来说你要至少要秀出来说什么时段 时段知道吗 背误说好了 那个上下班巅峰时间 号发生交通意外事故在什么时段 在什么地段 对吧 那还有晚上 晚上号发生的那个车祸地段 应该是不一样的才对 因为那个晚上的因素跟那个白天上下风车多的因素是不一样的因素啊 你不能混在一起来去观看这件事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把那几个状况先做分类 然后来去看哦 这些资讯 好 我再告诉你们 那个我去年 指导教师让我去美国NH受讯 我很高兴看到那个很多NH 他那边 反正就是 华盛顿第一次有非常非常多的免费的国务馆 对不对 我去到那个地震国务馆 地震哦 然后看到一个 就是全世界的地图 然后呢 他又画出来 假设这边有一个地震 然后几集 画一个圈圈 然后这边 什么时候有一个地震 他又画一个圈 然后那个下面坐标轴就是时间 好 接下来我就站在那边看 我看了十分钟 好高兴有这种东西 然后发现哦 不同年 不同的十年哦 好像发生在这个维度 维度带上的地震是偏多的 他又换了另外一个十年 好像又换了 换到赤道这个地方的地震是比较多的 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我好想看这种东西 好 就好像那个医生 医生很想看那个心率 心跳图 真的 这些东西都要慢慢的 改成 不要再去看数字了 应该是要用这种方式 来去呈现 这个是 我觉得 Terra 我觉得Power BI 最棒最棒的地方 而且哦 这是他去年才改的新功能 没有 以前是没有控制这个案件 以前是没有控制 可是现在有控制了 所以我才特别教你第二种 检视资料的方法 还记得刚刚第一种是什么吗 第一种 我刚刚是不是只是在这边呈现 就是 当你今天选到这一个 选到这一个 然后 接下来我想要去看 2015年 2015年的 这一个 加剧 对不对 我们是不是这张表 跟这张表 当我点了2015年 我们可以发现 加剧是不是8.76 然后 技术是不是9.58 代表说这两个名次是对调的 对吧 我是不是刚刚是告诉你这件事情 然后 到了2016年 这两个名次 又改回来了 加剧又回到第一了 这样是不是 可以去做资料的一个比较 这是之前哦 2018年 大概 10月之前吧 我们都是用这种方式 来讲联动 可是现在我们是要搭配 控制那个按键 是不是可以 就可以让你看到 2016年 控制键在切 切 加剧类 是不是可以看到 哦 它主要的一个差别 跟2015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1234名 本来12名是不是平平的 34名是不是平平的 现在变成1234 非常明显的差别 而且 第三名跟第二名距离有拉近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后面那个 已经快追上 快追上那种感觉 这样是很好的一件事 好了 你讲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 要提问 关于联动 是 是 请问一下那个 2015年跟2016年的 加剧 销售人可以再知道 资料 它的差距 就是 你必须要手动的 不行 那自己写韩式 自己写韩式 就是你分别算 这两名的差距 就类似做同期比较 同期比较 只能秀同期比较 不能秀那个 只能秀那个各产品的同期比较 应该是这样子 那要写韩式了 因为 因为那边好像没有时间 应该是这样子 写韩式 那是可以算出来的 反正我就是要去看说 2015年各产品 跟2016年各产品 不然就是 等一下我们来去看看 怎么做 同期比较真的很重要 虽然这边都很容易就做出来 好了 请问一下 我们从一刚开始 我先写在这边 等一下你要做的就是这些图 最后 最后一定是做这张 对 你要分析的主题是很多个 你不是只有 例如说家中外事故 我刚刚跟你讲 至少讲了两个 你不能就只分析 像这边我还可以再继续做什么分析 利润的分析 我通通没有介绍 毛利率的分析 我也都没有介绍 可以吗 因为明天早上我会拿 可能是 癌症那一组的资料 来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管理 好 我们一刚开始 是不是做连续性分析 我现在写的东西就是 等一下我希望说 你四点半 四点半 离开这间教室前 完成的项目 连续性分析 可以 可以吗 要是没有完成 我们就不回家 诶 住宿的确实可以 对不对 对啊 你今天就不回家 住宿行友 听说好像有八位 第二个 第二个 我们是不是做同期比 这边还包含什么 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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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那个月分别 的比较 的比较 第三 同期比较 第四 因为我们准备要 教出你们的资料咯 第四 我们做的是那个 散步分析 散步就是说 当你今天有非常非常多客户 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路段 你是不是可以用散步分析 来去做一下分析 好 所以散步 分析 那个麻烦你们去做同期比较的时候 做成那个就是折线图 然后有骨干点 那那个还蛮好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Table那边非常强调这种图 好 然后动态分析 动态散步 动态分析 动态分析可以看到很棒的行为模式 然后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有做地理分析 而且我们还有做类别分析 类别分析 类别分析 还有用什么来去做 竖型图 可以吗 类型分析 举例说好了 我们公会报表 例如说我们去看那个 癌症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会看年 就是各年 那个 例如说乳癌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最基本一定要看的 第二个会看什么 年龄别 例如说 40岁以下 然后40到44岁 45到49岁 年龄别 还有 还有 还有会看什么 性别 对 对 乳癌大概就是比较偏重的是男 女生 99% 几乎都是女生 所以这边可能会忽略 看男性的部分 可是像口腔癌 肠癌 这一定都是有做男女性别比的 一个分析 还会在看什么 地区别 就是县市比 县市比 应该没有问题吧 对不对 就是台北市 他一定要跟新北市 跟六都来比一比 地区别 这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OK 那所以 这些都算类别的分析 类别分析 不过 刚刚我所讲这几章 大概只有年 我们这边可以做 因为毕竟出阶 出阶不是为了要 把你们给下跑 好 大数据分析 我们就以后不要再碰了 应该你们上到这边觉得 还不是很困难 对不对 所以 我会希望说 趁着 因为第一天我都不敢讲函数 这是有原因的 再来我们做联动分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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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